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肖战 王一博 蔡徐坤 肖战和王一博从神情令之后 知名度迅速提升 两个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动制一个小活动 演员一个小动作 都能够成为一个话题 而有关王一博 肖战的讨论 是层出不穷的 即便没有作品播出的阶段 他们的话题讨论度依旧很高 头脱顶流 蔡徐坤则是偶像派代表 年轻帅气 唱歌好听 作品成为各大节目上的首选 情人更是火遍大江南北 蔡徐坤可以说是 练习生中难得一遇的顶流 不得不说还是自身实力过硬 人格魅力比较大 所以圈粉无数 肖战 王一博 蔡徐坤 是常驻超话前舞 他们的影响力有目共睹 但最新排名中 张志涵和龚俊齐飞升 一个排名第三 一个排名第五 张志涵和龚俊的出圈 主要得益于最近的电视剧《山河令》 《山河令》大火 让主演张志涵和龚俊 成为备受关注的艺人 两人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尤其前几天 山河令的剧组演唱会 更上主唱团队火上热搜 山河令的走红 和当初陈情令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想要和王一博 肖战一样 持续被关注 说实话 张志涵和龚俊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首先 两人带播作品数量不占优势 张志涵2022年带播作品 仅有《维和防暴队》 《孟回昭歌》 而《维和防暴队》的主角 反而是黄景瑜 王一博 这两人粉丝基数众多 张志涵于这部剧中想要出彩 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 相较于张志涵的被动 龚俊的几部带播剧 还是很有实力的 其中《安乐传》女主角搭档 迪迪热巴 热巴人气和实力有目共睹 龚俊能够搭档热巴出演新剧 看得出来资源也是飞升了 另外一部小田剧 艺术生 也很讨喜 虽说主角王子玄 知名度不高 但是田剧 还是很具有市场竞争力的 其次 超话前几名的排名中 还有实力派演员 易烊千玺紧随其后 易烊千玺偶像出身 但是凭借长安十二时辰 少年的你 送你一朵小红花 直接从流量小生 故度到了实力派小生 更重要的是 一样千玺两部戴上映电影 长津湖 奇迹年代 都是搭档实力卡 一位是电影人无惊 一位是我不是药神中 表现惊艳的王传君 所以目前来看 张展玺龚俊这一次冲入前五 也只是暂时的胜利 虽说山河令中 周子舒和温克行的影响力很大 观众讨论度很高 但却是临时性的 随电视剧完结 接下来不会再有温克行和周子舒了 有的只是龚俊和张哲瀚 张哲瀚和龚俊 也是机缘巧合 在2021年上半年播出了一部山河令 直接飞升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的成功 可以说是很有加持 或许作品实力 也会更上一层台阶 对于议员来说 也是一次重大机遇 不同的是 肖战 王一博 蔡徐坤 是实打实的顶流 牢牢占据前五的位置 同时 对于张哲瀚和龚俊来说 的确是一丝飞升 但是 想要维持顶流位置 是不容易的 需要不断有作品输出 持续的话题讨论度 这对于演员来说 还是比较困难的 一时讨论度可以有 但是想要尝试再引起关注 也不是再有力的事情 所以演员需要不断努力 不过 山河内的成功 对张哲瀚和龚俊来说 是很重要的机遇了 希望两位演员 能够继续输出 好作品 事业搁上一层楼 期待下一个角色出现